橘黃色龍聲在廣場中來回舞動 這條陸軍機部三三三旅的萬金龍 是一九六四年 故總統蔣經國 交付聯勤司令部製作 到現在已經六十年 全場有六十公尺 由蒲光舞龍隊的二十一名官兵進行表演 兩千零六年一度毀損 五年後順利修復 近新聞獨家掌握 將在今年雙十節第一次參加國慶典禮 因為萬金他就在南部嘛 在屏東萬金 活動範圍 應該是比較傾向於在這個南部地區 國慶總是國家的大事 如果說特別今年是龍年 我覺得請他出來表演一下 也是無可厚非 每年國慶典禮的重頭戲 三軍樂儀隊當然不能錯過 同樣萬眾矚目的 還有雷虎小組AT3高級教練機 噴出藍白 紅 三色彩煙 壓軸 衝場 不過今年可能是AT3最後一次 參加國慶典禮 特別從往年的五架增加到七架 即將接棒的勇吟高教機 衝場方向也跟廣年不同 勇吟高教機過去都是在總統府前 由北往南衝場 不過今年國慶則是跟AT3高教機一樣 從西往東飛越總統府上空 兩型高教機傳承交棒意味相當濃厚 另一個首度在國慶亮相的 還有憲兵快速反應鏈 去年才換裝的新式重機 這回將派出49輛 編隊慢速前進考驗騎士的操控能力 國慶典禮表演慶酬會暫時賣關子 也預計將在10月6號進行全兵力預演 所有的節目安排到時候都將一一亮相 記者 金剛 邱柏亭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